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了李仪的话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父亲晚年时听李下降 我给他买了附助听戏 他很是惊喜 却没有带 他说 不聋不雅 不做家翁 我这样就很好 何必自寻烦恼 女儿听了这两个故事 对我的约法三章不再抵触 其实不是我狠心 因为老年人只有学会和子女断舍离 晚年才能更幸福 断 即断掉插上一脚的念头 老年人都是过来人 深知两夫妻过日子 免不了磕磕绊绊 有些本来是小事 老人插上一脚 有可能导致矛盾升级 舍 即舍弃自以为是的心态 很多老人习惯于用自己的人生经验 知道子女的生活 子女不听自己生闷气 事实上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老年人作为长辈 完全可以装聋作哑 离 寄予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保持距离就是不要事实依赖子女 给子女一个自由的空间 看完这位老年朋友的亲身感悟 你是不是也启发了很多呢 二 登老了不讨儿女闲 请把十条寄心间 即将已经进入退休大军之中的老朋友们 家庭成为了余生的又一个主战场 除了父母和老伴 我们更多的要面对儿女的家庭 如何不讨儿女们的闲迹 不惹子女们的厌烦 一定要把下面这十条牢记在心间 一 不依赖 老人自立自强一点 能减少对儿女们的麻烦 也能活出自己的潇洒和尊严 自立 首要的是维持身心健康 这不仅是自己的姓氏 也是儿女们的福气 要管住嘴 迈开腿 保持心情愉悦 其次就是要生活自立 自己能办的事情自己办 不依赖 不勉强 还能过得充实自在 二 不干涉 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观念 要相信青出于蓝 胜于蓝 是要嫌吃萝卜蛋操心 不干涉就是要学会得体的退出 对他们的工作只建议不打扰 对他们的小家庭只帮忙不添乱 对他们的生活只提醒不干涉 自己过得清闲 儿女们也会尊重 三 不伸手 父母给儿女钱顺其自然 但父母找儿女要钱就有点难了 退休后尽量用自己的钱做好规划 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花钱 不要动不动就向儿女伸手 过分所求会让人疏远 至于儿女们的主动表示 那是另一回事 四 不打扰 尽量不要在儿女工作的时间 给他们打电话 这样会影响他们工作 平时约定时间保持经常性联系就好 有的老人不管什么时间 有事没事每天都打个电话 让儿女感到很无奈 也让自己无趣 五 不推诿 虽然说父母要退出儿女的生活 但也是适当退出 并不是做一个彻底的甩手掌柜 当儿女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只要是可以帮助的事情 加上身体和经济情况允许 还是要尽量帮助的 毕竟父母永远都是儿女的后盾 六 不带袍 孙辈的教育是儿女们的事 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 如今都是奥特曼 灰太老年代了 你还在讲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个庙 那才叫做惠人不倦 儿女们不需要帮助 和不愿意带为办理的事 不凭自己主观意愿 画舌天足 以免帮了道忙 受累不讨好 七 不乱言 特别是在子女家庭关系问题上 多起好作用 不递负面言 有些老人过度参与到孩子的家庭事务中 说长道短 只能是雪上加霜或好心犯坏事 给孩子心上添堵 八 不卖老 岁数大了不是本钱 这年头什么都值些钱 就是岁数不值钱 有的老人在家里一言堂惯了 总想为孩子的事做主 恨令年轻人生严 人老了不能以老卖老 也要自尊自利 自省自律 才能活出自己的潇洒和尊严 九 不同住 如果老年朋友身体好 有条件的话 建议不和子女住在一起 毕竟是隔代人 很多习惯和观念都不一样 如果两辈人住在一起 久了免不了闹矛盾 甚至翻脸不认人 分开住大家都自在 经常串串门 也能享受亲情的温暖 十 不抱怨 不要总把为别人做的那些事挂在嘴上 也不要当着子女的面抱怨 看不惯的事 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 就不要说出来 比如天不太黑就开灯 电视经常一开就是一天 睡到很晚才起床 要想晚年过得舒心快乐 应该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别再为子女操心 生命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老了以后别再委屈自己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给人生留下遗憾 人生在世就是一个感受的过程 尤其走到了人生的后半段 更要注重自身的感受 让自己过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